- 欢迎再次收看股市应操机 那今天这行情的指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今天指数呢在台积电反攻的情况之下 所以它又回到了这个所谓的月线之上 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这边我跟各位讲 我说营收差一点而已没有关系 好不好 最多就是测什么测时日均线 测一下转折向上 所以大盘整体方向看起来 目前它还是一个多头格局 但是个股部分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个股最近这个轮动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还在封所谓的BBU 但是现在BBU的股票很多也都拉回来 对不对 好都拉回来 然后最近大家封资安 资安概念股今天01突然就跌停板 所以操作难度上坦白讲真的是有点困难 好 那我们的一个资安概念股是冒轮 对不对 我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它有机会再上来 那果然可以看到今天的冒轮 今天冒轮股价走势 我想你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至少有近期的新高价 那我们操作这两股票 我敢讲所有家族成员 反正我有请你买进的 对不对 我今天我都平安带你获利 没有说吧 虽然说这个过程里面煎熬了一点 但是至少 我们比很多赔钱的 我们算蛮幸运的 因为至少我们赚钱的 对不对 昨天拉涨停 今天又来到前面的高点区 就当我前面没有叫出 对吧 但今天你按照我的指令来做的话 我敢讲这一段期间 这单股票 你不会输钱 你都是赚钱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行情 我讲了 你可以不用急着去追 盘面这些强势的股票 我说有些个股就是怎么样 买好 然后放着等它上来 你再出场 你现在你去追高沙滴的 我讲你很容易会中计 你就 尖锥它绵不长 你就要急着出来的话 那你很容易钱就越来越少 因为你每一档都这样做 每一档你都要追高沙滴的话 那就很容易赔到钱 对不对 你买的时候 有时候会套住没有关系 我想说你慢慢等 等它上来嘛 3594的盘移 来你看今天尾盘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不是新高价 今天是不是新高价 所以这一段期间 你跟我买盘移的 你今天也都赚钱 对吧 至少我们是初赚钱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没有在乱追高杀低一些股票嘛 我喜欢就是怎么样 先看到未来有机会涨什么 我们来不做布局 然后等它喷出 是不是 那有的时候一些股票在急拉过程里面 来不及买就算了 对不对 来得及买到的 那就恭喜大家 机器人风云再起 有没有 这个我想你看我节目 你也会觉得很神奇 我在这个礼拜 一开始我就跟各位讲了 机器人会开始崛起 我讲了两天没有人要理我 但是这两天你看到了 机器人的股票 是不是异军突击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这档是哪一档 昨天我就告诉你了 我公布答案4540的全球传动 有没有 那你看今天全球传动 股价怎么走 又是一根涨停板 连续两天两根涨停板 这个阶段 我说机器风云再起 大户低档卡位的股票 有没有 是不是一动 就是连续两根涨停板 这个阶段来讲 最强的机器人概念股 概念股是谁 就是他嘛 对不对 我请大家注意到的上银 的确这个有拉起来 4576的大银围 昨天有拉涨停 对不对 但你会发现 最强的是谁 就是我跟你分享的这两股票 有没有 因为上个礼拜我就跟各位讲了 中国大陆机器人概念股一直在涨 那台湾都没在动 那你跟中国大陆有关联性的 对不对 就两家 这家中国大陆 应该说三家 这家中国大陆会扩敞 这个也会扩敞 但是目前来讲 这个股性比较活泼 有没有 你不用追 因为你早就知道 对吧 我们没有买在今天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之前 大家在夯什么 很多在疯狂的追 BBU 再追 软体有关的股票 有赚钱我都恭喜大家 但是如果你动作比较慢的 你就不适合这种操作 那就换一种方式 先去找未来有机会会轮动到的题材 买好了就等着就好了 好不好 反正现在资金轮很快 还轮轮轮轮到这边 那上来你就出一趟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每天到去追这个题材跑的话 他可能涨了一天 可能就下来了 那就套得住 或涨两天 你今天你不敢追 你追在第二天 第三天回档 然后就没有了 对不对 那你就又赔钱了 那与其这样你就不倒过来思考 我们先去买一些 大家没有注意到的 对不对 我们先去买一些 大家没有注意到的 拉起来就可以赚钱了 不是吗 我想这个策略就是可以去 打败目前轮动比较快的这个盘 我想现阶段你就只能这样做而已 是不是 所以你跟着我来轮动 我们领先去掌握到 那这波机器人的一个发动 我个人认为 有没有机会延续下去 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明年 这些科技大厂 包括特斯拉 他的Aptomath 有没有 最近公布的影片 你看他在走那个斜坡 一度滑倒 但是他可以马上 跟人类反应 比人的反应速度还快 突然之间又平衡了 这个事还没有加上机器视觉 未来有机器视觉搞不好更厉害 他现在光靠这种 脚跟手背的摆动 他可以自动找到平衡 这个代表他的计算能力是很快的 所以明年这个 人型机器人会先出现在一些工厂里面 特斯拉他们的工厂里面 可能能力就替代掉了 然后如果运行不错的话 因为他先让一批的机器人在工厂里面运动 然后他先搜集一些数据做改良 改良之后好了没有问题了 然后再对外发售 那这个时候呢 就很多产业可能都会用到机器人 甚至你家 有很多厂商 零组件供应到人型机器人 现在就跟CPU一样 在一个想象题材 但是这个东西未来是真的有办法做实现 所以机器人这一波在转强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有机会延续下去 所以有关的机器人概念股 包括我跟各位讲的3594的盘移 这也是机器视觉有关的 对不对 今天机器视觉有关的股票还蛮强的 你看2374的 佳能 这个也都很强 对不对 那机器人里面今天6215的桥村 河村 河村野公道涨停板 对吧 所以今天机器人来讲的话 大概就两家了 今天上市上柜只有15家涨停板而已 那 机器人的股票 目前看起来 大概就占了两家左右 对不对 所以 机器人的股票 你说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有机会 所以相关的个股 包括2464的盟利 这个你要注意 因为如果未来 特斯拉 要做所谓的人型机器人的话 现阶段可以供应到特斯拉零组件的厂商是谁 你要知道中国大陆这些零组件商 做机器人的零件是很厉害的 中国在整个机器人产业 他们的这个零件市占率 是高达全球的38% 等于全球有三分之一 以上 经济快 快这个四分之一都怎么样 应该说快这个三分之一再往上一点点 这个都是怎么样 都是中国大陆在供应的 所以 能够跟他们竞争的 台湾厂商我坦白讲真的不多 那如果现在 特斯拉做人型机器人 他会找谁 那就要找既有供应链里面去做延伸 所以目前来讲台湾的蒙英科技 蒙英科技 它是有办法去供应特斯拉相关关键的 这个机器人关节的部分 它是可以直接供应的 所以未来如果 人型机器人产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蒙英科技当然很重要 那蒙英科技的爸爸们是谁 一个是核大 再来就是蒙力 所以我个人认为蒙力的底 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了 这股票也安全 对不对 你测了好几次都在这里 所以算相对安全 是不是 所以如果未来 整个人型机器人的题材发酵的情况之下 这种股票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短底就在这里了 所以这种股票我觉得你可以先 震荡的时候 买着 先埋伏一下 突然题材急拉上来 我跟你讲 你就赚钱了 就像我们这个全球传动一样 对不对 因为这种量很小 我没有办法带每个人都布局 这个部分的组员 这边埋伏到的 我想这两根掌停板 大家算很开心 是不是 那没有也没关系 我想还有很多机器人股票 我们就一档一档去做布局 好不好 那除了这个蒙力之外呢 另外一档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什么 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所谓的 4510的高峰 高峰我觉得应该也会很活泼 短底来讲 其实这个地方的底 也形成了 所以这边来讲 这个昨天当然有一些 隔日通口券商在里面 今天你让它先冲一下 因为机器人体材如果在走的话 这一档它绝对不会缺席 因为它会提供 所谓机器人关键的齿轮 你看这个机器手肘 关节啦 手腕啦 这个里面很多的 包括未来的手指头 这里面都要用到很多 高精密度的齿轮 所以这个东西 未来的需求只会多 所以未来高精密度的 齿轮的公司呢 股价一定都会有机会 像最近来讲的话 这个军芯KY 其实股价已经到199了 今天创高之后有点拉回 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这一波来讲 它是走一个创高格局 这也是高精密度齿轮的 所以整个机器人的概念股 其实你会发现 它的格局跟其他的股票 是不太一样 因为这些股票 有一些在走创高格局 对不对 包括4540的全球传动 这边你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箱形的上缘 但最近这两天 它是用直接 跳空的方式上来 当然明天 它会遇到所谓的大量区 明天就很精彩了 你看它这个量怎么做变化 如果还是强攻上去 继续小量做锁住的话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要走 走一个比较大的波段 但是这种机率来看的话 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比较低啦 但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怎么样 它遇到前高之后 这边套牢的卖压 它一样把它消化掉 再锁上去 大量锁上去 那也是一样的逻辑 那后面也会很精彩 所以目前看起来 整个机器人族群 它有持续在轮动 那我想 该跟各位讲的东西 我都讲了 那该提醒你的 就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了 所以 我们的策略 我们的策略可能会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因为大部分的人就说 今天抢什么 我们就去追逐这个题材 但我们的做法是说 看可不可以领先去掌握未来会发酵的题材 那这一次的这个机器人概念股 我想全市场 应该也只有我在它还没有涨的时候提醒大家 最近这一波来讲的话 对不对 所以我会继续的努力加油 好不好 我们找到下一个 对的产业趋势给大家 要特别注意 好不好 那明年来讲的话 第一季我觉得 在整个GP200的部分 因为现在很多GP200股票在休息 但是 你不要觉得它结束了 因为 这个东西就要看真的数字出来之后 各家厂商的获利怎么样 所以只要有一些厂商 真的数字出来 获利很好的话呢 这个题材它会活过来 所以有关的散热个股 像 3324的双红 有没有 我个人认为这个地方整理还没完全结束 明年水冷出货 它是有机会翻倍成长的 所以 这边整理完之后 虽然说还会再整理几天 但是 你最后你等到它这个真的出货之后 营收出来了 我想这个地方要过去 其实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短线就看一些关键的价位 有没有守就好了 像 这个期间来讲的话 打到月线 是有守住的 那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另外一家 8996的高利 今天是有回稍微比较深一点 那理论上来讲 它就测这个 起长点区的位置去 那目前来讲还锁在这个上面 所以这边的测 是可以接受的 好不好 今天早上其实原本要攻 但是后来 可能很多重要型个股在回 它 那这边可能冲的人 最后是选择离场 所以让今天股价稍微有点 现行被破坏的感觉 但 关键上来讲 这个点位还守得住 那代表这个地方还有机会 它有可能在洗盘而已 你知道看一个大的趋势就好了 明年它的三个产品线 包括热泵 包括散热 包括这个氢燃料电池 需求量 成长性 都是很明显的 那代表明年 这个是 未来法人会喜欢的股票 那稍微震荡的过程里面 大家忍耐一下 好不好 我觉得后面来讲 还是有机会做突围 所以散热有关的股票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不好 那另外来讲的话 有一家公司 我觉得明年转机性也蛮大的 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叫做2486的一拳 因为一拳明年 这个军乐片的订单 预估 有机会 会夺得大单 因为现在在积极认证 你知道它认证过的时候 它之前跟细品的关系很好 所以现在挥达很多的这种产品 它是台积电之外 当然就是日月光细品 这个在帮忙 所以如果未来 它的这个相关认证过的情况之下 这种公司的转机性会很强 你不要看它今年没什么赚钱 但一旦它的关键的军乐片 是可以正式的认证通过 跨入到所谓的 AI伺服器的时候 那个转机性就很强 它如果可以一年可以赚6块 那等于今年的获利比较的话 它是大幅度的翻倍再翻倍 那这个股价的爆发性就很强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创高之后整理 那最近来讲 它是慢慢有点往上垫高 这种形态你就要注意了 这随时都有可能会往上走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就我来看 这种资安概念股的回档 你也不用紧张 好不好 这个资通 今天也是怎么样 非常精彩啊 对不对 下来又上来 因为很多人看什么 看01跌停 放空 空不下来 这可能尾盘就会被回补上去了 今天量爆得很大 大概4万多张 有没有 那这种股票 操作难度就比较高了 就比较不适合你 那我去找就说 难度比较没有那么高的 产业是对的方向的个股 我们来做布局 对不对 在整个散热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看今天这个3013的成名店 成名店感觉起来 又有在转折向上的感觉 那低价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注意 5426的震发 震发今天虽然有压下来 但明年转积性看起来 还算是蛮强的 它也是属于一种低价的饥渴股 好 这转积性蛮强的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呃 这边的回档修正 其实也告个段落 那后面就观察嘛 这边震荡之后 我觉得也就会在走强 这种股票其实 目前来讲 盘面上呢 还有很多像这种个股 我们就一档一档的 去把它发掘出来 好不好 你就安心跟着我来就对了 好 那 你会担心说 这个行情 这个已经 现在12月 11号 12号了 对不对 那会不会12月中之后 就没有这个行情 我想在过年之前 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 最近来讲 我的这个YT频道 你还没加入 还没订阅的 赶快扫一扫 最近呢 即将要突破1万人 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关卡 那个 从今年 2月 这个节目开播以来 我们就慢慢的去累积 这个1万是一个里程碑 那当然公司很开心 那很开心的情况之下呢 那公司呢 就说可以推出一些专案 回馈一下大家 好不好 所以今天 庆祝 这个我的YT频道 即将突破1万个订阅 那 满一 送二 这个 只收公本费的方案 就给大家好不好 那 今天你来的 在过年之前 我还会再加码一档 所谓的翻倍潜益标股 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这个行情 过年之前 很多资金呢 还是要抢一个红包 包括很多的法人 我想 我想该结账的 上11月份 大概都结的差不多了 那12月份 他其实现在要做的 是要去展望 明年有机会出现 翻倍的个股 所以现在很多的资金 都在密集的 调整当中 所以最近你会发现到 有些个股的波动性很大 我想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那 今天呢 直接来的投资朋友 我会去加码一档 就是说明年 法人 非常看好的个股 这是翻倍的潜益标股 这两股票 会在这一次专案里面 一并给大家 好不好 请你好好把握住 这个行情 轮动很快 那你在操作上来讲的话 就必须要有相对应的策略 我的做法很简单 我们就超前部署 未来有机会会 大涨上来的股票 就像这个礼拜的机器人一样 我想我在讲机器人的时候 没有人注意到对不对 但这两天的机器人就真的喷出去了 包括4540的全球传动 你看得很清楚 真的就上来了 有没有 所以相信我就对了 跟着我来 接下来我会找到一档 现在大家没有注意到 但是未来大家会注意到的股票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专案的内容当中 今天 平刚我一直跟各位讲 做股票不要急 对不对 你要比较长时间的 我讲了我可以送给大家都没关系 好吧 那就利用这个机会 我的YT频道即将快突破 一万人的订阅 欢迎大家 直接来 买一送二就那么简单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欢迎再来到节目现场 那神盾集团怎么办 我个人认为神盾 相关的个股 就是说短线集涨过后 因为最近盘面特性就这样 就是说集涨一定会有一些精先撤出来 那目前指标的安国跟6695的新顶 其实在这个回撤我觉得都还算合理 就说他们急涨过后回撤 相关的颈线位置去没有被跌破 颈线位置去没有跌破 这个其实都还有机会在转折向上 所以有这个神盾集团个股 也不要太灰心 我觉得这个阶段来讲 不一定会完全结束 那3563木德呢 有问题你来找我 今天回稍微幅度深了一点 但是这个来讲的话也算是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从251攻击上来的时候 大颈线位置居在这个地方 刚突破之后一定会有一段的回撤 那看他怎么撤 对不对 所以还有一点空间 撤完之后他有机会再转折向上 再转折向上的时候 450就不会是压力价 他再转折向上他就是要突破了 所以有任何这个个股的问题的投资朋友 也欢迎大家 好不好 你有问题你就在里面发问 我知道的就跟你讲 不知道我也不会乱讲 那 YT还没订阅的 请大家赶快订阅好不好 这人数即将突破1万人的订阅 欢迎大家把握这次机会 双十二计划 今天买一送二就那么简单 那还有一档翻倍的潜力标股 就说跟穆德这样子 比较处于大波段的股票 因为我讲了那么多的股票里面 你也不知道哪一档有机会有倍数 我今天我所讲的这些股票里面 有一档是未来有机会出现 翻倍个股走势的 你要好好把握住 好不好 哪一档你不用拆 打掉进来 或者是line里面直接留言 你就说我要买一送二 就那么简单 那这一档 我会特别告诉你 到底是哪一档 明年的转机性会超级强 因为明年这家公司呢 他会接到很大很大的订单 就我现在所知道的情况 最近这家公司已经订了一批的设备 那我请问你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愿意去买设备 假设你是开家店的老板 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会招聘新人 你要去再开另外一家的分店 就是你觉得有利可图 已经有订单在手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档翻倍标股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子 公司最近呢 买了一堆的设备 就是要拼什么 拼明年大单到手之后 开始超级大量赏 这个目前来讲 他的一个技术 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住这档股票 在12月底这个地方的布局时间点 好不好 好好把握住 双12计划 买1送2 今天你可以在 里面留言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本公司于所推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